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在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当中 上帝在哪里呢 而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计划呢 创世纪43章 我们从约瑟的哥哥来思想所遭遇的事情 饥荒盛大粮食吃完了 于是约瑟的爸爸吩咐他的儿子再去买粮食 而约瑟的哥哥以犹大为首领 他说 那个人要求一定要看到小弟弟来 才能够见他的面 爸爸说为何要害我告诉他还有兄弟呢 因为他详细的查问 而犹大保证童子一定能够存活 如果不能存活 不带回来 犹大愿永远当罪 后来爸爸没有办法 于是吩咐带最好的礼物 带上银子 把宾亚敏小弟弟也带去吧 并且父亲说神使你蒙恩 让西勉 让宾亚敏都得招释放 雅各只期待 他的小儿子宾亚敏 西勉平安 他不知道他最爱的约瑟 约瑟仍然在埃及 在等着他 于是哥哥们到了埃及 约瑟的家宰为他们预备饭食 让他们进来吃饭 哇 约瑟的哥哥就非常害怕 说应该是上次银子还在我们的身上 他们准备要害我们 抢我们的驴 并且强迫我们做奴隶 于是约瑟的哥哥赶快解释 我们真的是来买粮食的 你看我们带了好多的银钱 家宰赶快安慰他们 不要害怕 是上帝赐给你们的财宝 接下来约瑟出现 哥哥下拜 约瑟问父亲平安吗 又看到了他的小弟弟约瑟从来没有看过 而约瑟转身出去痛哭 他爱兄弟的心是何等的真诚 接下来约瑟为他们摆饭吃饭 而且按着每一个哥哥的次序 为平安米预备五倍 哥哥们非常的差异 我们从哥哥的角度来思想这个经文 我们会问 为什么我们遭遇饥荒 为什么一定要带小弟弟为难老父亲 带着平安米下去 而为什么银子又跑回来了 他们是不是要害我们 有太多的不明白 但是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这个事情 让哥哥们知罪 让哥哥们学习承担 由大承担 作保 担保弟弟的安全 整个过程让这个家学习 认罪 悔改 相爱 上帝有更美的计划 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困难不明白 但是上帝知道神修剪 为了使我们生命结果是更多 我们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顺服神 今天所遇到的困难 人相信 神有更高的智慧 要成就 美丽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 求神对我们说话 听我们的祷告 从耶稣的名 阿们